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的经济动荡是不可避免的 规定、自愿披露和减少政治广告中的AI风险 爱尔兰的上市腐败问题是欧盟更广泛问题的症状 成功比一个杰出的个体更加复杂 在贫穷国家中一种新的战斗疾病和促进农业的方法 等等 请大家收看 规定、自愿披露和减少政治广告中的AI风险 美国企业研究所 上个月 联邦选举委员会FEC加入了AI监管行列 开始了一项可能在2024年选举前 对AI生成的深度伪造 在政治广告中进行监管的过程 倡导者对此举表示欢迎 称这将保护选民免受一种特别阴险的选举 虚假信息的侵害 网站的未付费内容 自2020年以来 谷歌一直在负责任的在线政治广告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要求所有政治广告商在其广告被接受发布之前进行身份验证 目前 这一要求适用于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欧盟、印度、以色列、新西兰、南非、台湾、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广告 虽然迄今为止 竞争对手如Meta和X前Twitter尚未做出回应 但他们未来如果希望在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上奋一杯羹 似乎也很可能自愿使他们的选举广告受到类似的义务约数 然而 FEC和谷歌的努力的成功取决于能够可靠地检测出广告是否首先由AI创建 这也引发了选举广告的目标是什么 以及是否在专注于AI内容时忽视了其他关于选举虚假信息传播的重要问题 首先 AI生成的内容的长期问题是 现在可以说它已经非常好 以至于很难用AI检测应用程序来区分它与真正的原始内容 即使是使用AI检测应用程序也是如此 只有在广告已经发布并且受害个人向相关当局报警时才可能进行监控和执行 在没有明确定义的情况下 可能很难划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或需要声明的和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 谷歌并没有完全禁止在政治广告中使用AI 例外情况包括合成内容在广告中所声称的内容上 没有实质性影响或生成的方式上没有实质性改变 例如图像调整 裁剪 颜色 缺陷修复或背景编辑等AI编辑技术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 当广告讨论与候选人年龄或试任性无关的政策观点时 是否有必要声明对一位80多岁的候选人的视频进行了年轻化处理 使其看起来和听起来年轻了25岁 或者只有当候选人声称能够在任期内履行被选职务的能力时才需要声明 其次 首先 什么才构成了虚假的选举广告 社会长期以来已经接受了各种广告中呈现的内容 不一定是真实的事实 如果意图是从政治广告中消除所有形式的虚假信息 而不仅仅是与AI相关的虚假信息 那么也许要求其他声明可能会有用 例如 也许政治广告上应该声明广告中出现的人物是否是真实选民 表达他们的观点或展示他们对候选人所创造或承诺的事态的明显满意 还是为他们的角色付费的演员 同样 对于选民来说 了解广告中使用的所有音频或视频内容的来源 并且已经获得了适当的使用权 例如 获得了明确的许可 使用权赠予或支付了版税是很有价值的 过去的经验表明 政治广告中 这些知识产权规范的违规行为 通常只有在事后才能被发现 当受害方提出关切时 事前考虑将避免在事情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时 产生的尴尬和相关的负面宣传 例如2019年 新西兰财政部长格兰特 罗伯逊 Grant Robertson 在网上发布了他拿着他的第一份幸福预算的宣传照片 封面照片展示了一对快乐健康的母女强调幸福信息 这张照片来自库存照片 虽然使用权已经支付 但事实证明 这个幸福的家庭对他们在新西兰的前景不满意 已经在幸福预算宣布之前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通过一个来源声明 可以消除对被拍摄家庭 对财政部长政策的认可 所产生的任何错误影响 与其仅仅关注AI 要求真实和披露所有政治广告来源 应该是目标 爱尔兰的上市腐败问题是欧盟更广泛问题的症状 路透观点 包装公司Smurfit Capit正在考虑将其上市地点从都柏林迁至美国 此前CRH上周决定搬迁 其他潜在的离开者包括Flutter Peddy Powell的所有者和Tinspan 如果这四家公司都离开都柏林 爱尔兰证券交易所1720亿美元的市值将会减少一半以上 欧洲交易所的碎片化以及缺乏一个泛欧资本市场 被认为是这种潜在搬迁的原因 成功比一个杰出的个体更加复杂 FT评论版 根据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 越是写关于领导力的东西 我们似乎就越不明白如何做到正确的领导 文章认为将成功归功于领导者过于简单化 将一家公司的成功归因于其首席执行官 忽略了其他许多因素的贡献 作者指出 领导力是复杂且具有背景依赖性的 一个情境中有效的方法 在另一个情境中可能行不通 对领导力的过度迷恋和对领导力攻势的渴望 可能适得其反 因为这可能导致人们放弃责任 并相信自己是不可错误的 在贫穷国家中 一种新的战斗疾病和促进农业的方法 外交事物 被忽视的热带病和孤儿作物主要影响低收入国家的人们 由于缺乏盈利能力 私营部门对他们的投资非常有限 然而 公司的现金储备中有大量的私人资本闲置 为了激励私营部门 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 可以引入一种创新工具 称为善意专利延期 BPE 根据这个系统 公司将获得对一种盈利豪华产品 现有专利的延期 以换取开发和提供治疗被忽视的热带病或孤儿作物的技术 并使其全球可获得 这将为公司投资这些领域 创造强大的激励 潜在地超过当前的援助和投资水平 BPE可以被转让 吸引更广泛的公司和投资者进行投资 政府可以通过授权专利局 根据约定的定义和协议授予BPE来引入BPE 这种方法将动员私营部门的资金和科学专场 来解决世界贫困人口面临的被忽视的问题 同时刺激经济增长和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需求 中国的经济动荡是不可避免的 外交事务 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稳步增长 其支持者们将中国视为自由经济和政治的对立面和解药 这种论点在中国在一个威权主义和经济统计体系下迅速增长时 似乎很有说服力 与此同时 身为西方民主典范的美国却陷入了经济和政治困境之中 中国和美国体系之间 以及他们不同的表现之间的这种对比 引发了对西方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模式有效性的质疑 一些观察家 包括最近的经济学家金克瑜提出了一种观点 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 可能是对西方成功模式的一种替代方案的证据 在这个观点中 中国之所以崛起 要归功于国家主义的力量 以及聪明的将儒家思想与私营部门的效率相结合 由于中国的增长率持续平均为每年9% 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元素受到质疑 也许市场金融、法治和财产权在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不必要的 甚至是不受欢迎和具有反生产力的人为安排 然而 随着中国的增长放缓并有资本外逃寻找海外避风港 这些论点变得不太可信 仅在8月份 资本外流金额就达到了490亿美元 中国的资本家也在离开 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和财产的安全 在中国国家主义最为强烈的时刻 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时期 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受挫 显示了政府日益干预主义的影响 与广泛观点相反 中国的经济奇迹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政府撤离了中央计划的制高点 为市场经济留下了空间 经济国家主义并不是中国经济的救星 而是对其构成的生存威胁 许多人试图将中国作为国家主义的广告 但这个国家的经济成功实际上与此关系不大 尽管儒家思想和国家主义 一直是中国体制的固有特点 但该国经济卓越的增长 直到1978年才开始 那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启动了一项经济改革计划 这些改革在很多方面都是传统的 包括慢慢开放中国市场 鼓励更多的创业精神 减少政府的价格控制 以及私有化国有企业 其总体效果是减少了国家的权利 中国的增长不是对国家权利相对市场扩张的证明 相反的情况才是真实的 这可以通过研究1980年代 中国第一阶段的重大增长来看出 它是由小规模的农村企业家推动的 数千万来自谦卑背景的企业家建立了工厂 生产了消费品 建筑材料 食品和劳动密集型商品 这个奇迹与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无关 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所承认的那样 他把农村经济称为我们最大的成功 并宣称这是我们绝对没有预料到的 这些企业像一股新的力量突然出现 中央委员会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中国国家支持了农村企业家的自发 自下而上的爆炸性增长 而改革派的领导层应该为不阻止它 而充分获得应有的荣誉 但不应将忽视的美德与积极的美德混淆在一起 中国经济起飞是因为国家放手 而不是因为干预 对中国各地区的比较也显示了这一点 自1978年以来 经济表现最出色的地区包括广东和浙江 一直是市场导向最强且最少干预的地区 另一方面 国家干预最多的地区 例如中国东北 陷入了高债务和较低增长率的困境 经济理论普遍认为 为了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 企业家需要强有力的财产权 然而 中国从未拥有过这些权利 他们的缺席助长了一个误解 即中国之所以增长 是因为国家主义金融和工业政策 但通过研究历史记录 可以发现这种假设的缺陷 1979年 中国政府释放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监禁的资本家 并将其被没收的银行存款 债券 黄金和私人住宅归还给他们 这一事件表明 尽管中国从未拥有美国式的宪法 但在邓的领导下 北京远离了毛泽东式的极权主义 从而在中国企业家中树立了一种安全感和信心 然而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情况发生了变化 中国资本家再次受到边缘化 骚扰 排斥和逮捕 这种待遇的一个极端例子发生在2021年7月 农业大亨孙大午被判处18年监禁 表面上是因为违反土地规定 但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 中国正在倒退 走向文化大革命 远离了邓的改革 这一发展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并不陌生 他们变得不愿投资 并试图将资本转移到国外 北京的缺乏法治不仅不能获得回报 而且付出了代价 香港一直是一个特例 从1997年英国统治结束到2020年国家安全法的颁布 该市保留了财产权 新闻自由和法治 许多高科技中国公司认识到这种商业环境的吸引力 因此在香港建立了总部 该地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投资者 尽管许多香港投资者是中国公司 这些公司在香港建立了业务 以获得其法律保护和资产安全 然后将他们的资本投入中国 这种制度性清洗在法律上存在模糊 但多年来 实际主义改革派领导人选择视而不见 允许中国企业家在中国建立企业的同时 享受香港的法治和市场金融 香港的先进资本市场以及对全球资本的访问 一般都资助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 中国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早期轮次 在中国发展其风投资业之前 外国资本在资助阿里巴巴 百度 腾讯等高科技初创企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中很多资本通过香港流入 这是一个归功于中国的开放政策 外国资本的知识和专业技术 以及中国企业家的辛勤工作 聪明才智和远见着实的全球化成功故事 造就中国高科技经济的力量 与造就1980年代农村奇迹的力量相同 中国的低科技和高科技企业家成功 都是由于自由化 高科技领域是全球化 农村则是金融改革 国家主义金融削弱香港自治权和远离全球化 只会削弱中国企业家的活力和中国的增长引擎 国家主义在构建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方面至关重要 但有一个不变之处 中国经济在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扩张之前就已起飞 例如 中国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在1990年代末 另一个在2008年之后 换句话说 中国在快速增长两个多十年后才建设了其基础设施 增长带来了储蓄和提高了政府收入以及土地价值 并为国家项目提供了资金 国家主义并未引发增长 增长引发了国家主义 基础设施对于增长是有益的 但中国对基础设施的着迷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构成威胁 不断建设道路 铁路和港口已使中国陷入危险的债务困境 正因为这种着迷 北京选择投资于物理基础设施 而不是教育和农村中国的健康 这种优先顺序已经产生了损害 例如 中国原始的农村医疗体系的状况 部分上诉了2022年的严格 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 且可能是永久性的损害的COVID-19措施 相对于人口规模 中国在其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不足 根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 中国在中等收入国家中 高中毕业生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最低 中国经济增长停滞 中国经济有可能停滞不前 如果这种经济表现不佳 变得持久 那么中国的国家主义品牌将承担责任 中国的成功并不是一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故事 而是一个逐渐而实际的自由化故事 中国的实际主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中国消失 自2013年以来 中国政府采纳了对经济增长的国家主义观点 与此同时 对国家安全事务的着迷使国家主义武器化 以牺牲私营部门的利益 北京已经背叛并拒绝了自己的成功攻势 经济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最终 只要他们的政府在这些基本的经济决策上犯错 中国人民就将受到影响 不要让香港的政治冷漠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亚太研究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60%的香港人对政治不感兴趣 调查还发现 超过四分之四的受访者 很少或从未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过政治观点 显示出人们对政治的冷漠态度 调查还突出了对政党和政府官员的不信任 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政党无法有效监督政府 55%的受访者认为 政府官员不关心公众意见 香港有缺陷的排名 需要额外努力来讲述这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在加拿大智库弗雷泽研究所的 年度全球经济自由排名中 被新加坡超越 跌至第二名 该研究所称 中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增加 是降级的原因 然而 香港政府对这些说法提出了意义 并认为该研究所的报告 具有偏见和不公平 这些排名是基于两年前的 2021年的统计数据 政府认为该研究所 可能将其与疫情后的经济影响混淆了 无论如何 香港不应将这次降级 视为其全球地位的最终定论 而应该专注于推动其具有竞争力 开放的经济和法治 美国目前仍然与中国的供应链紧密相连 至少暂时如此 南华早报评论版 由美国领导的七国集团 正在寻求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 然而 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并没有减弱 而是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美国对中国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 已经大幅下降 美国企业正在将制造业转移到友好国家 然而 许多全球供应链仍然间接依赖中国 如果没有对供应链的可见性 就无法知道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依赖程度 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中降低风险 使其变得更加复杂和不透明 梅嫩德斯对于他的参议员职位 不应该给予任何怀疑的好处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美国参议员罗伯特 梅嫩德斯的起诉及随后对他辞职的呼吁 凸显了在现代世界中起诉公共腐败案件的困难 梅嫩德斯是新泽西州的一名民主党人 被指控以现金和礼物的形式出售自己的职位 并试图干预两起刑事案件 并向埃及政府提供帮助 参议员一再否认这些指控 并声称自己是偏见的受害者 此前 他还因在利用自己的职位 帮助佛罗里达州一名医生时 接受未公开的礼物 而受到参议院伦理委员会的严厉谴责 对梅嫩德斯的起诉包括现金和金条的照片 包括新泽西州州长菲尔 莫菲在内的一些民主党成员呼吁梅嫩德斯辞职 莫菲表示 这些指控使梅嫩德斯无法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责 其他民主党人呼吁梅嫩德斯暂时辞去 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亚洲企业需要开始计算供应商的碳排放量 日经亚洲评论版 根据安永Eye的研究 超过90%的公司温室气体排放 可以归因于其供应链 由于亚太地区拥有为全球日常需求 提供大部分产品的工厂 该地区是对抗气候变化的关键战场 国际可持续性标准委员会 ISSB最近发布的首批可持续性相关财务信息 和气候相关披露标准 将使在亚太地区运营的公司能够以强大 可比较和可验证的方式 向全球资本市场讲述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故事 森林 气候变化中的朋友而非敌人 纽约时报评论版 在一封制编辑的信中 国家奥杜邦协会北方保护副总裁杰夫·威尔斯批评了大卫 华莱士·威尔斯的一篇名为 森林无法拯救我们免受气候变化之害的文章 称其为误导性的信息 将复杂问题扭曲成过于简单和具有挑衅性的东西 威尔斯认为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至关重要 尽管已经投资了碳补给技术 但大片的树木是唯一有效且可扩展的方式 可以从大气中补给和储存大量二氧化碳 他将将森林归咎于野火释放的碳 比作将房主归咎于2008年的房地产危机 威尔斯指出 树木吸入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 同时将碳储存在组织中 同样 南方环境法律中心的高级律师萨姆·艾文斯写道 在包括美国东部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 树木是碳灰森林面临的最大威胁 他认为 为了发挥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潜力 必须拒绝和反对那些将成熟和老林森林 置于砍伐名单上的鲁莽政策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